平川说电竞 天天聊门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由120大战Happy 这也是昨天TPL的决赛 这应该是双方的第二场降量 第一场120 1-0-0先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Happy能否追回一份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 为地图选择的是IA北部主导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亡灵 ID Happy Happy最近亡灵内战打120的胜率并不高 尤其在很多比赛的决赛当中 几乎都是120取胜 尤其是最近半年 但是小组赛Happy打120还是比较的强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亡灵 ID Orange 其实就是我们国内最顶尖的亡灵选手120 好 看一下双方的英雄首发 120这边首发的是DK死亡骑士 120选择的是DK科技蜘蛛流 欧环这边选择的是巫妖狗流 双方对于内战的理解有点不一样 好 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发挥 最近的话几乎是特斗杯和TPL的决赛 都是这两个人包了 这两个人的实力确实非常非常的强 就很奇怪 你要说亡灵很强 为什么只有这两个选手打了出来 其他的亡灵就是成绩的话 跟他们相差非常非常的多 好 看一下 开局的话120非常调皮 拉了个小四身 嘿 过来A一下对方的一个商店 那接下来看看链级的一个选择啊 这边欧环好三条小狗拉出去 上来要不要卖TP呢 DK的话暂时是没有卖TP 变小于人 欧环是卖TP 好 直接卖TP变332 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运气如何啊 两个人英雄不同 开局的话都是显存闷头发育 哇塞 小于人倒下 打了一个啥 打了一个指环加三 看一下欧环这一边 打了个啥 打了个弓爪 嘿 加四的攻击之爪 很nice 好 我们看一下DK 两个人继续练 这边显示加五是因为欧环的插件的问题啊 其实是加四 因为1.36版本之后 弓爪又是做了一定的削弱啊 变成了加四 好 看一下这里 巫妖也是选择练剂小于人 210练完几个点 而且抓对方练剂了吧 DK抓对方要小心 巫妖的话有弄瓦还是很强的 尤其是到了二级二级的话 生了一个吃 DK来了 哎 想抢 上来一发弄瓦 哎呦 不要被围住了 一发弄瓦围一下 DK可能就走远了 巫妖打得非常的凶 身上还打了一个恢复钥匙 好 一时比手把骷髅一吃 转叹一步 那120的话 招点骷髅 过来给你整点小麻烦 现在DK的话 终于有蜘蛛出来了啊 有蜘蛛之后 后面打起来操作空间比较的大 但是欧环这里的小狗非常的多 哎 这里想干啥 哦 110还是追着巫妖 不让你练 尽量有机会的话 塞你一下 上来巫妖想亮三 DK不让 DK的话 这个恢复药水有点猛啊 状态 马上恢复好 好 欧环的话 英雄把对方赶开来了 和小狗双线去练 这里一发弄完 减速 不要追我的小狗 你C也C不了我的小狗 只要给你来个减速 你就没办法追我的小狗了 好 这里双线练完 打了一个抽篮棒 哎 抽一下DK不 上来 A一下DK 再抽你一下 给你来一发弄完 那就有点强了 小狗要不要提前卡位 这里120 小骷 小骷髅 远远不断的去欧魂家里 摸摸对方残血的小狗 万一能摸到一个 就大撞特撞 好 这边再吃一个骷髅 蜘蛛的走位 要小心一脸 现在科技情况的话 看一下 这边二本快升好 这边二本稍微快了 一丢丢 马上好 两个人前期的话 还是打的比较的胶准 都不想对方倒三 尤其是110 主动过来骚扰一下对方 那这里只要把这一个点练完 519到3了啊 519到3之后有2级诺瓦 那接下来这个战斗能力 就有点凶了 DK想来吗 哎 来不及 已经练完了 好 这边是两个自作 一个DK DK是刚刚到 对方的乌妖是到三级 目前来看 欧魂的英雄等级 领先一级 看二本之后 这里二发的是一个乌妖 那不出意外 这边二发会DK 反正这两个英雄前期的 出场率都特别的高 主要是看迅迅不一样 接下来看一下 哎 欧魂是不是想趁自己 乌妖三级过来抓一下对方 乌妖三级有一定的压制能力 但是蜘蛛的话 比小果稍微硬一点 DK走位 离远一点 让蜘蛛前面去扛 这边骷髅 过来的话 直接可以送掉 果然选招 那现在 120要不要去练到三呢 现在二级的DK 稍微的有点弱啊 好 倒是 Happy这一边 要找机会去练三了 这里二英雄乌妖 也是出来 Happy过来整一下自己的分框 家里呢 再拉了一波小狗出来 狗流 大战蜘蛛流 不过三本之后 这里应该也会出点蜘蛛 发的是DK 120好开始练了啊 练完这个点 差不多盒子就要到了吧 屠宰场 刚造好 哇 120 这个练剂又开始偷起来了啊 直接打宝 打完宝就跑 打完宝就跑 打了一个强击光环 Nice 强击光环 远程单位啊 增加输出 这边骷髅往前顶 打了一个什么装备 血牌 魔环这里 诶 本来练完自己的分框 过来抢这个点 被对方给练完了 家里的话 打了一个加八的攻击之转 哇 这一局 魔环 可以了呀 加八 加四 十二攻转了 这要是再打个八级猛马 能整个加十二攻转 就不得了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三一 大战二一 打了个重生十字张 复活 有没有什么 好的道具 可以买一买 一般的话 这个时候 钱不是很多 还是要省着点用 一k 还是没有到三 倒是乌妖 倒了二级 二二 打对方的三妖 骷髅侦查 现在三本好了 辅球带好 哇 120的话 这边也是整了两个 加四攻转 还可以 这一边的话 一个加八 一个加四 三发了一个小黑 还被三发小黑 看一下120会三发的一个英雄 这里打了一个抽篮棒 那练完这个点 看看也没有条件去练一下这个大点 八级猛马 是有机会掉加十二攻转 或者是掉一些光环的装备 如果能打一个什么辉煌光环 直接起飞 勾环这里 看一下 好 乌妖的话 回去买虎球 DK这里赶紧练 练到三再双 三级之后 自己的这个乌妖 才有一定的保障 那120 DK到三 也去反抓对方 目前人口的话 Happy由于三英雄早早出来 所以领先了人口 现在是四支 有大战三十九 好 乌妖也是到了三级 120的话 两个英雄等级 经验值比较均衡 DK 再是三发了一个小黑 双方三级都差不多 可是训续稍微有点不一样 好 Happy的话 连开始变八级猛马了 这一边倒是先练小蝎子 看一下八级猛马 能掉一个什么装备 乌妖的话 让一下 好 加十二的公爪 Nice 这个加十二公爪 感觉看起来就非常的霸气 加十二公爪 这边的话 乌妖好 也开始了 也要练一下这个八级猛马 看看是不是 也是加十二公爪 来来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细节 其实你不要看它的数字 你就看到有几个 这个爪子有几根 就能看出来 你看 加十二有几根 数一数 很多 然后这边 加九和加五不一样 加五的话 这个加四两根 这个的话是三根 这边打了一个 也是加十二公爪 好的 这一集 每个人 一个加十二公爪 总结起来 每个人都有三个公爪 我的天 这一集是公爪地图 好 欧皇的话 狂狗拉出来 五十人口 这一边的话 也是五十人口 大部分是蜘蛛 那就看看乌妖 能不能第一时间 把对方的狂狗给清理掉 把这个点点完 无敌群伯 有没有钱买 多买一点 欧皇已经飘毁灭了 破五十人口 这一集欧皇打得非常主动 找机会运落了 10这里 看一下 人口好像有点卡住 等这个通灵塔造好 通灵塔造好的话 也可以飘毁灭 欧皇现在没有蜘蛛 就是狂狗 加毁灭 后面会转蜘蛛吗 你不转蜘蛛的话 处理不了对方的毁灭的 好 现在 欧皇的话 部队看起来非常断 尤其是骷髅 10这里 好的 人口造好了 毁灭可以飘了 三个盒子 蜘蛛现在的攻防 是一攻一防 欧皇这一边是零攻零防 欧皇偷矿了 哇 10没有发现 确实 你打欧皇一般的话 都不会考虑他会偷矿 欧皇这么正直的人 一边都是正面路 这一集欧皇 改变战术了 偷了一个矿 120是真没发现 120呢 一般是侦查这个点 那个点基本上没怎么去看 好 110也是破了50 58人口了 毁灭飘起来 现在往那边走一走 应该能意识到对方可能开矿 这么久没有出来 不像恶口王的风格 这边欧皇插了一个眼睛 这里也是插了一个眼睛 万一对方往自己的分矿跑 是吧 有提前预警 来了来了啊 这边120应该是感觉到了 对方这里有矿 往这边过来 这里的话 好像矿的成本已经收回来了啊 欧皇这个分矿 偷的nice 这一波团战 看一下120 能不能打赢 时间是站在欧皇这一边 你要是没有拿下 后面就很难打 双方开着正面较量 60 68 欧皇是68人口 欧皇人口领先 这边资源也领先 界面的话 我秒了一下120的蜘蛛 一个蜘蛛秒掉 两个蜘蛛嘛 把这个蜘蛛抬了回来 往后撤一下 沉默一下你的DK 然后物物啊 两个蜘蛛秒掉 这一波的话 双方人口掉的其实都蛮多的啊 欧皇的小狗也被清理的差不多 现在52大战48 蜘蛛一色血抬回来 这欧皇上来秒最坏的蜘蛛 看能不能秒英雄巫妖 蜘蛛直接交出来 现在能不能秒DK DK跑了 还被这欧皇 还被这巫妖 很危险 好 C回来 那小黑小黑小黑 哦呀 小黑倒一下 那这边的话 120 DK 直接回程 这一波打完 欧皇完败呀 我的天呐 欧皇是直接从68掉到42 这一边的话 从60左右掉到540多 好 120重整齐果 还要继续第一时间冲过去 不能拖 越拖对方的话越有钱 欧皇的话 三英雄直接买火 加12工作在对方身上 一定要早点出来 这里看看能不能控点什么道具啊 找机会控点道具 继续去战斗 这个框 再拖下去 对方踩的资源就越来越多 现在欧皇只要守住这个框 守住就有机会 人口的话 54 大战54 双方人口差不多 刚才欧皇的小狗死的有点多 就是小狗加毁灭 这里是蜘蛛加毁灭 两个人的理解确实不一样 上来抽一下你的蓝 欧皇这里要谨慎了 刚才领解那么多人口都没有打赢 见面的话先 我有蜘蛛可以往你的毁灭 操作空间非常大 欧皇的话 我的小狗工作很快 也有操作空间 两个人又开始对路了 杀蜘蛛 DK一发C 欧皇的DK的危险 秒杀120的DK 120DK吃一个群补抬回来 往后走一下 这边递了一个血瓶给DK 鸽子打掉一个 欧皇的巫妖一四血 一发C抬回来 两个人拼的都相当的极限 DKDKDK 完了 欧皇的小黑阵亡 120的DK阵亡 接下来看看还能怎么打 欧皇的巫妖阵亡 巫妖阵亡就没得打了 欧皇直接大出机器 我们恭喜120 120再下一城 哇 120打得越来越自信了 欧皇感觉有点缺场了 已经开始偷窯了打 然后被动防守 没有打赢 我们恭喜120 好 喜欢本场对话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收益